哈喽,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做非常好吃的紫薯披萨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,保证你一学就会,喜欢的跟我一起做吧 晚中加入130克高筋面粉,5克糖,1克盐,2克酵母粉,80克清水,搅成絮状 加10克玉米油,活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不用饧面,直接放到案板上,用擀面杖把它擀成薄饼 披萨盘里刷上油,把擀好的面胚放到里面 整理一下边缘,用叉子在上面插满排气孔 盖上保鲜膜,放弯暖处,醒发至两倍大 紫薯去皮切成片,上锅蒸熟 把蒸好的紫薯放入碗中 加入适量的白糖,炼乳,淡奶油,压成泥备用 醒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炼乳 撒上一层芝士碎,放上一层厚厚的紫薯泥 上面再放上一层芝士碎 烤箱天天熨热,放烤箱中层上下火200度烤15分钟 这样非常好吃的紫薯披萨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学伙伴赶紧收藏制作吧 美食美丽更新